这两天会再跟交通部来讨论 而原本说这波疫情观察期是到2月4号 但是最近疫情又扩大 观察期恐怕又要延后了 大概到底是一个缝隙还是一个破口 我是第一个时间在383 那时候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我们认为是整个防疫上 是有这样的一个缝隙在 那到了我们的889里面 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警训 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当然整体的一个需要在注意的时间 那要看这两天我们整体这样区隔之后 相关的一个检验或是检查 或是病例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才能做一个判定 提到说高铁上面是自由坐的一个管制 那跟所谓的一个在上面吃便当饮食 那我们大概这两天 我们会跟家中部 来做相关的讨论